大名朱佑称在位期间发生了一桩奇异案件 丝丝纹纹的郎中竟然是暗藏民间的彩花大盗 还17名女子丢了贞结才被发现 该郎中擅置不孕之症 其实是打着行医治病的幌子兴苟且之事 人面兽心的郎中是怎么被发现的 他又得到了怎样的结局 今天沐浴君带大家看一看 很多人可能只在小说或影视剧中 看见过彩花大盗 比如说天龙八部中的云中鹤 小江湖中的田伯光 还有射雕英雄传的欧阳克 这些彩花大盗虽然都不是真实存在 但是这种无耻至极的人 在历史上是真的存在过 明孝宗朱友称在位期间出了一桩奇案 这桩案子发生在地方 神里子案的是一个姓张的知府 案子发生在几十多年后 张知府和朋友吃饭说起了这桩奇异案件 一个郎中光天化日下 悄无声息地搞大了十七个女子的肚子 这个案子被侦破后 真像没有对外说明 因为这事放在古代性质非常严重 如果一个女子丢了真结 还不如让她去死 不仅会被旁人指手画脚 已经嫁人的可能被修掉 还没嫁人的一生都嫁不出去 古代对女子实在是太残忍了 女子有什么苦往往都会往肚子里咽 上面提到的张知府 在明朝广平府任职 张知府是个为百姓着想的好官 不光如此 他还是断案一把手 针破过不少冤家错案 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 张知府还是一个很好的上司 经常帮手下答疑解惑 只要是他能解决的都会给出建议 他的手下有个师爷 张知府发现他总是哀声叹气 原来师爷是在烦恼子嗣一事 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孩子 师爷和他的夫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师爷对张知府说了这事 一旁当差的牙医正好听到了 他对师爷说 郊外有个妙手回春的郎中 致不孕之正是把好手 师爷可以去试一试 得到这个消息后 师爷惊喜不已 为了不白跑一趟 他又问了牙医郎中更为详细的情况 牙医耐心的说 听说那郎中已经治好十七位不孕的女子 有了数据之称 师爷不再犹豫 他向张知府请了假 回家带上夫人酒往城外赶 经过打听 师爷得知神医姓陈 就住在城外集里 可当他们赶到时 医馆外已经排满了人 前来找陈郎中看病的老百姓很多 师爷和夫人从早上一直排到黄昏时刻 好在当天瞧上了病 郎中询问他们的身份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师爷只说自己只是伤人 陈郎中听说是伤人 便放下了心 他拉起夫人的手就开始把脉 从脉箱上 陈郎中了解到夫人的基本情况 师爷的夫人多年不孕 能医治好吗 陈郎中非常自信地对师爷说 夫人的病能治 师爷听后别提有多高兴了 随后郎中为其开了几副药 让夫人先回家调理两个月 而且特别叮嘱 这两个月内夫妻两人不能同房 不然病就治不好了 这对师爷来说简单 临走前他连声答应着 按照郎中的要求 规规矩矩地调理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 师爷带着夫人再次找上郎中 郎中对他们说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 夫人的病就能够痊愈了 这最后一步呢 被郎中称为薰征 做这个薰征需耗费两个时辰 而且做薰征的时候 家属不能陪同 只要能够治好夫人的病 师爷这些都能答应 随后 夫人被郎中带进了屋中 在薰征前 郎中递给夫人一碗汤药 让她先服用下 喝完汤药后 郎中让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刚躺上床没多久 她就感到昏昏沉沉 不一会儿身体就使不上力了 夫人在昏厥前 看到陈郎中进入了屋中 她一改之前的斯文露出了可怕的尖笑 她横强起身 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两个小时后 夫人醒了过来 眼前是师爷 她放下了心 两人回去后 夫人心中还是疑惑不已 她晕厥前 明明看到陈郎中鬼鬼祟祟 疑惑的心 让夫人吃不好睡不好 于是她将事情告诉了丈夫 师爷一听确实不对劲 她赶快找到了张知府 将史墨详细地说了一遍 他们一阵分析后 觉得问题出在那碗药上 郎中的药究竟有什么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里面的疑惑 张知府先是派人打探了郎中的来历 经过几天的调查 牙医告诉张知府 这郎中不是本地人 是几年前搬来广平府的 但是这郎中出生在哪里 一时间调查不到 但调查到了 去陈郎中寻医治病的人 第一个是去治不孕之症的 是城外的一个姓王的园外 这位王园外靠坐生意起家 家中很富裕 但他年轻的时候忙着做生意 到了晚年还没有孩子 着急的王园外找到了陈郎中 只用了一个疗程 王园外的夫人就怀孕了 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 王园外开心极了 他后继有人了 王园外得死后 在城中大肆宣传 陈郎中的名气慢慢大了起来 张知府听完牙医打探的消息 再根据自己多年的断案经验 认为此事定有猫腻 这不孕之症 不是那么好医治的 这陈郎中竟然能够根治 也太奇怪了 各种疑团 让张知府想刨根挖底 为了更顺利的调查 张知府私下找了一位青楼女子 该女子名叫燕红 相貌一等一 张知府让燕红乔装打扮一番 然后前往城外的陈郎中处 装成寻衣问药的 燕红能骗住采花贼陈郎中吗 他一见到燕红 眼睛都挪不开了 按照以往的步骤 先给燕红查看脉象 看完后呢说一定能帮其医治好 让燕红两个月后再来一次 两个月后 燕红来到了医馆 陈郎中像往常一样 带着他到屋中熏征 然后陈郎中端上了一碗药 张知府猜到这药有问题 事前提醒了燕红 甚至陈郎中不注意 他将药倒掉了 然后在床上假装睡着了 没过一会儿 陈郎中就进来了 这一刻呢 他露出了恶心的一面 陈郎中迫不及待地 解开燕红的衣服 小型玷污之势 怎么会让他得逞呢 等陈郎中解开自己衣服时 熏征房的门就被踹开了 几名牙蚁冲了进来 陈郎中被抓了个险刑 随后 张知府命人在医馆中搜查 结果搜出很多蒙汉药和麻药 事情发展到这里 人赃病祸 陈郎中没法狡辩 只能乖乖去险牙 一开始他还不想交代做坏事的经过 在牙抑的逼问和恐吓下 陈郎中老实地交代了 他说 自己是外地的郎中 曾经在为患者治疗过程中 做了不轨之事 被当地百姓告上了公堂 但是自己不想坐牢 无意间找到个机会便逃了出来 一路逃到了广平府 为了生存 他改名幻境又做起了郎中 在广平府行医一段时间后 发现这里有不少不孕之症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他装作治不孕之症的神医 为女子治病 也能够满足他极为变态的欲望 陈郎中老实交代后 张之夫还是有很多疑问 不治之症难治 又是怎么治好的呢 被抓的陈郎中也没什么好隐瞒了 他全盘托出 这不孕之症 其实问题都出在男子身上 但他们不愿承认 总是在女子身上找问题 想要治好其实很容易 只需要开几副药 好好调理女子的身体 然后自己再与之同房 这样一来 女子自然就怀孕了 搞了半天 原来那些怀孕的女子 怀的都是陈郎中的孩子 在这之前 有十多位女子成功怀上了孩子 那这些女子的清白 都被这个采花贼玷污了 实行真相大白后 张之夫没有声张 就连师爷都没有告诉 最后以杀人罪将陈郎中斩杀了 张之夫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那些女子着想 要是将真相公布出来 那些女子只能备修 如此一来 他们的人生就毁了 事后 张之夫听嘱参与办案的人 一定要守口如瓶 几十年后 张之夫喝醉了酒 又提起这件事 这时的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很多事都记不住 郎中竟是采花贼的案子 应该是让他十分深刻 他才在醉酒之时说起 陈郎中的行为 简直是丧尽天良 幸好被张之夫及时发现 不然被残害的女子只会更多